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早 好 哇 今天声音很大 有一个什么声音在这边 今天是我在台大任教 三十年最后一堂课 我很兴奋 那些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 OK 但是我非常高兴 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听我做这个最后一次的呈现 今天的课会跟普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就是每次同学都会讲说 为什么老师那个例子不谈完 这样谈一下就没了 但是我今天就说原来节目单上的例子 我都会谈完就对了 这是一个不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呢 就是那个主题 我今天要讲的那个主题就是这个 这个重名曲中的主题的素材 所以可能跟普通我这样上课的有一点进阶 就是它稍微高一点点 就是那个层级有一点高一点 但是我会选择这个 我是觉得说 我不是要考你们什么东西 所以同学你不要紧张 你下个人不要考试 你不要觉得老师会不会考这个东西 但是你要写报告 其他人不要写报告 你不要紧张 但是呢就是 虽然这个主题素材 我讲的可能你会有一点点 不会像你们自己的主修的课程那么懂 但是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你就是好好的享受一下今天的音乐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作曲家 covered的那个时间 就是整个古典时期的最重要的三维作曲家 所以应该是有一个 让你们觉得说很多的东西我都没有听过 音乐我有听过 可是里面它到底里面是在做什么 可能我都不太知道 那这样子的话 今天你来就有意义了 所以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今天的主题 就是像我们的powerpoint上面写的 就是古典时期的钢琴证明曲 那什么叫钢琴证明曲 我想你也不必太要知道 因为这些有很多的专有名词 在我上课的每次的第一个礼拜 或第二个礼拜 我都会把它这些的东西都讲得很清楚 才不会说我讲一个专有名词 你都不太懂 那所以现在上课已经十几周了 已经快要结束了 所以起码那个名字 你应该比较知道它是在做什么 所以这个钢琴奏鸣曲 所谓的奏鸣 它就是很大型的 它不是小型的歌 它是大型的那种契乐曲 其实奏鸣曲的意思就是 奏出来的音乐 不是唱出来的音乐 所以你哪一种音乐 它是演奏出来的 其实那个就是叫奏鸣曲 可是到了快要到古典时期的时候 这个奏鸣曲就有一个形成 一个架构 一个structure 就是它是什么样 我们就要造那个 好像盖房子一样 你就一定要说 你要盖几层楼的 你要怎么 就是要去有一个 设定一个基础 这样 所以专业的人 他当然要知道 不然他不能做去 但是听的人完全无所谓 没有关系 那里面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主题 那如果没有主题的话 所有的这个音乐 完全都是无声 就等于说是有声音在那里 但是你听起来就是听不懂 就不晓得它是在做什么 如果每一个曲子做起来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音 但是它都没有关系 那这个曲子 就是好像从头走到尾 就没有东西 走完了就没有了 所以这种的不会吸用 那你知道这些的作品 都已经好几百年 那它还存在 它就是有它的原因 那现在你知道这个主题 其实就是一种的旋律 旋律我们就很知道了 对不对 旋律 有时候主题的话 可能我要听演讲 它才有一个主题 就是它比较集中一点 就是我这个课 这一个演讲 我就是专注这个主题 可是那个旋律 就是要很多很多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某一种的曲式里面 它的主题可能比较少 比如说变奏曲的主题 它就是大概一个 然后它就会去做它的变化 可是奏名曲里面 它最少就有两三个主题 所以就变成说它很重要 因为它 奏曲家写了以后 那它要怎么样运用它 那它要选什么样的素材来做 然后它跟这个背景有什么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学生有的时候问我说 老师有个曲子好好听 我到哪里去 那个shopping的时候 那个mall里面 老师那个曲子 一直放好听 我就很想要知道它的名字 可是我没有办法知道 我又把它录下来 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什么 所以录下来OK我听 但是因为很花 那个没有听得很清楚 可是起码有一个主题 所以当你要就是去分辨说 这个曲子它是什么 可能你就是去唱那个主题 对不对 所以我想说 有些的曲子就是 那个主题 那个旋律 每天都有人在唱 你知道那个是什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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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多伟大 这个曲子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会嘛 是不是 因为这个曲子根本每一天 你知道世界各地 然后上个每一个人都在唱 对不对 所以那我们每一个人 那就祝你们 祝你们每一个人生日快乐 反正每一个人每一年都有 他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你生日了 然后你一生之中 还有什么东西 OK OK 很棒嘛 为什么只有这边有声音啊 奇怪 为什么你们都不敢出声音 可是有的你可能就 OK 我现在弄一个 其实也不难 不过就是说这个主题 因为是这种 这三个伟大作曲家 里面的一个 OK 好 我只弹前面三个音 然后你跟后面那个音 OK 什么 OK 这个 太有名了 对不对 这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对不对 但是有很多的 那个曲子 因为它很像很像 所以可能只有前面几个 你根本就不太知道它是什么曲子 可是你们都很厉害 所以像这个 应该照这个速度来 对不对 不然新娘走得太快了 OK 可是你知道当你要离开学校的时候 有一个离别格 它就叫 然后 C 对对对 你看它前面都一样 对不对 前面都一样 但是它的节奏不太一样 我举这些例子 就是用一些比较大家都熟悉的那个主题 那个旋律 然后来制造说主题它是非常重要的 在一个 等一下我们看这个三位作曲家 即使是同样一个时期 古典时期 即使是只有在钢琴这种名曲里面 即使是单一位作曲家 它也会有很多的 不同的主题的特质 那其实我们很少用这样子来做一个专题的 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做研究 但是我觉得 因为你练琴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呈现的时候 你如果不太知道 你没有设定说 这个主题 比如说有时候你说我喜不喜欢这首曲子 可能都是看着这个主题 听着这个主题 所以它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 很有趣的就对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下面一页 好 那这个主题的素材 我们今天的作曲家呢 就是海顿 海顿跟莫扎特 跟贝多芬 那这个是照着那个年代的次序 可是海顿跟莫扎特 因为他们的那个 你一个活得很短 一个活得很长 那我是依照他出生的 好 所以这三个人都有一些的这个影响 好 尤其是海顿 他是我们叫海顿爸爸 因为他这里是他最年长 而且他都会照顾到下面的这两位 他有曾经 似是而非地当莫扎特的老师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他会看莫扎特 到底你写的什么曲子啊 这样 他发现他什么 做那个Opera写得非常的好 然后他自己在他任职的那个皇宫里面 他本来也是经常就是做Opera 然后给这个宾客听 可是他后来看到莫扎特写得这么好 他觉得说 他自己有点太弱了 所以他后来就没有去 他等于是跟他学去了 可是海顿他的弦乐四重 都是非常的棒 他是弦乐四重之父 那莫扎特看到他的弦乐四重 都写得这么好 他又去 就是从他的乐曲里面学 而不是说真的跟这个人 来真的这样受教 那可是海顿跟贝多芬呢 就是真正的有接触的受教 那之后我们都会从他的这个背景里面 然后来看他的那个作曲的手法 然后看他的主题的写的那个style 好 我们现在下面 下面一页 我们大概常常都看到 对不对 谁没有看过海顿 谁没有看过莫扎特 谁没有看过贝多芬的像 应该都有 可能这里面可能海顿 大家稍微比较不认知一点 因为他的作品很多很多 非常的多 他的交响区可以到一百多首 即使他的钢琴作品区也有六十几首 所以都是那个数量很多的 但是你要知道 他是有一个所谓的演变改革者 因为他的年很长 他在 他的人生我不必在这个地方讲 但是他在一个地方 在Estahasi 那个地方 那个皇宫 一下子就是待三十年 像我在这边教一样三十年 所以他三十年在那个地方 还好他的主子对他非常的好 他说他自己是最高级的仆人 所以他主子 就是不会限制他说 你怎样怎样怎样 而且他非常喜欢音乐 所以让他不仅能够自己发挥 他自己的场 就是作曲的那个想法 然后而且他也可以从宾客里面 或是这个皇宫之外的资讯 他可以从那里吸收很多 所以他是这样 所以他会在他的成长跟成熟 这段之间 他自己一直 他是一个实验者 他是一直在他的音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 想一想这种手法 然后他写一写写 然后他觉得好像不怎么样 他就会停下来 不写这种 然后他就会想另外一种 所以他是非常这样 一直很努力地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跟我们的莫扎特是完全不一样 他的人生他只有只有活到35岁 所以他的创作的生涯 就是应该讲就是非常短 但是他起步得很早 而且我们知道他的安魂曲 一分在他最后过世的那一年 他还是一样在写 还有他的摩迪 那个摩迪 Opera摩迪 然后他因为 从小他就是一个神童 音乐神童的姿态出现 所以他爸爸带他到周游 什么意大利 比如说这些 尤其意大利那个时候 是音乐的重镇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学了很多 而且他只要一听 他就会记起来 所以他吸收了各地的风格 然后造就了他自己 后来浑然天成的 他是作曲 他不用像一而再 再而三的去修正 像贝多芬就是这样子的个性 莫扎特的 他是头脑里面想的 都还来不及下笔写出来 所以这三个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的 就是他们的音乐 都非常的稀用 到现在我们非常的庆幸 我们有这样的音乐 能够让我们享受 或者是治愈我们的伤痛 或者是对我们的心灵 有什么样子的印象 尤其是后面这位贝多芬 好我们现在来看 就海盾好了 你看这个像 他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学者 因为他的一生 他也没有什么风流的事 也没有什么什么 他就是这样 很正很正的 可是他有一点 就是他非常的幽默 他的幽默是可以从 他的作曲里面才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 幽默的意思就是说 作曲里面幽默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听 如果懂音乐的人 你听到有人去把那个曲子 改编了以后 然后你会会心而笑 可是不懂的人 他就不懂你在笑什么 比如说有的和声 应该从哪一个和声 到哪一个和声 但是就是要回家的那个和声 比如说 可是他就没有 他就没有回到家 所以就奇怪 为什么在这边呢 我们有的时候 有时候我开收音机 然后就听到那个 最后那个 这样 然后没有结束 然后他就停下来了 很难过 如果是在家里的话 你叫我赶快跑到钢琴上面去 再把它弹一个 这样 就好像说 我回到家 你觉得我们有神经病 是不是干嘛 又是不是这样 但是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音乐上面的一个 听起来的 它是很幽默的 或者是怎样 或者是很会衔接别的东西 让你觉得听起来是 海盾在这方面 它是非常的强的 可是你要听得懂 好 所以才会有这个相片 这个画像 也就是说 它是会让人家觉得说 它是一个很幽默 很可以亲近的一个长者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三个人里面 最可以让人家亲近的 大概就是它 那莫兹尔也是OK的 因为他谁也不怕 他甚至跟主教打翻了 他还会踹那个门 什么他什么都来 可是贝多芬是 因为那个时代也不太一样了 所以是那个时候的皇宫贵族 尊敬他 所以他是 这个音乐家 作曲家 从以前 然后到他那个时代 他是开始 他不用受 这种到教堂里面去侍奉 像巴哈那样子 或者是受一个皇宫里面的 一个高级仆人 这样 他可以 所以他自己的创作 来做去 这是海顿说的话 下面一页 他说 因为他是在 那个 Esta Harzi 那个地方的一个皇宫 所以他并不是常 而且他的乐团的人 都是呆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根本就有一点 于是有一点的隔绝 所以他说 那个时候都 他就是没有跟外面 有很大的接触 所以让他能够自己去想说 到底他要怎么样写曲子 所以他的主题是 很具原创性的 那他的主题等一下我们看的就是 完全不像莫扎特的那样 长的 这个旋律 好听的 你看这也是大家都非常知道的 OK OK 好 因为他也很熟 大家很熟 然后都会接下去 然后狼狼上口 这样 但是 他的曲子就很具原创性 而且他是经过设计 然后经过他三四十年的那个经营 所以很不一样 有的时候很短 有的时候 稍微长一点 然后就是 有的时候是机动性的 有的时候是稍微有旋律性的 有的时候 到1780年 那时候有那个罗可可风格的 所以很多 他是多元性 但是很原创的 还有呢 这个是他自己讲的 他就是说这个melody 我们就当他是主题好了 他是所有音乐里面最让人能够认得出来 对不对 的一个一个非常喜悦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自己觉得说那个也是最难去写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把它写到符合你那一个曲子的精神 你是需要一个像天才一样的人才可以去达到那个目的 所以他自己都觉得说要写这个曲子 他要赋予他什么样的精神 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好 那下面呢 我就要来示范一个 在17 你们看 1766年之前 为什么要讲之前呢 因为海顿的作品 他在 他1760年到那个皇宫去 然后在那边待了 然后开始这个为他们作曲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说 这个曲子到底 就是知道说他是比较 因为有很多的音乐学者在做这一块 就是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1766年 因为有一个曲子 那个曲子跟1767年有一个曲子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他的风格 完全就是不会是那个之前的风格 所以我们以那个为定位的时候 那个之前所有的那些的作品 我们都叫他说是1766年之前 那那个1767年那个曲子 所以你听他就是很正常的 一个是一个很标准的奏鸣曲的曲式 不管是他的那个主题 然后他的极个 然后怎么样子的架构 所以像这个曲子呢 我弹给你们听 你一听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 咒鸣曲的架构呢 你就会有一点点的怀疑 这个主题在这个上面 所以主题咒鸣曲的主题 就是你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 为什么我把主题放在那边 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 听到这个主题 然后因为他基本上 奏鸣曲它是有三个大的部分 你要说AB什么也可以 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是 叫做城市部 就是一刚开始来 就给你听到的这个主题 然后这个弄完了以后 它里面可能有第二主题 但这个曲子里面都没有 它就是一个主题 然后呢在发展部 它就去发展发展 那贝多芬是一个发展专家 所以他发展得非常的厉害 可是像这个曲子就等于是没有什么发展 就一点 但是还是有那个部分在了 然后到后来你又会听到那个这个又再回来 我们那个叫做再现部 就是再现 就是再开始 但是呢我们选音乐的人 我们就从他的什么 调性 跟他的那个主题 回来的调性的排列 我们会知道说 什么地方是 因为他不会 这些教会不会在那个谱上面 就是说这个是程式部 这个是没有的 没有的 他也不会跟你讲 这个是第一乐章 没有的 我们比如说我们看节目单 你看节目单 我有写第一乐章 第二乐章 但是不是在这边有 那他是用一个什么东西 他是用一个 那个速度的记号 就是像这个叫做moderato 可是 我给你们的这个谱例上面 他就写moderato 可是在一个约点版里面 然后他就是有一些疑问 不晓得是不是 所以我把它跨呼起来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 你就会知道这个 非常的简洁 简洁到 你只要三分钟就听完了 但是他是一个很正规 他有主题 但是这个主题你会听到 是这个 好 现在你看到 然后就是上面的这个 然后他等一下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稍微 稍微有一点的 我们不能叫他主题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你听得出来 他的主题的时候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他会怎么样子去发展呢 最头的时候是 然后他用这个东西去发展 所以是 但是这个呢 就是你听起来是一样 他的调性已经 他已经出门了 就是他已经出门去了 他本来在家里就是这个调 低大调的 然后出门去了 然后可是他等一下 他还会回到家里 然后再回来 然后他会结束在这个调 所以他会从本来的主调 就是那个调 在这里的话 他是第一大调 然后他会出去 然后经过了 看他发展多少 然后他再回来 然后就是 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的一个架构 我把它同一头到尾弹一次 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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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以后经过海顿拉莫扎特 就把这个调性已经有一点点定调了 好像我们说姓什么的就会怎么样 哪里姓什么叫 就是有一点点那样子的意思 但是我们知道像这个低大调 很少说有悲哀的 低大调好像很光明很喜悦 不然的话就是和弦多一点的话 就会变成那种军队式的那种 像军队式的 那个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就是这个 也是一样是这个 喜悦欢乐 几乎上就是会用到这样子的一个调性 也许没关系你听听就算 也许你会说 不是像我吃东西一样那么简单 就好了 因为没有人会讲吃甜的东西 你会讲这是酸的 如果你在大家一起吃饭之后 大家说哎呦这个好甜哦 然后你说哎呦这个好酸哦 或者这个好辣 那你还会觉得你好怪哦 对不对 可是你又没有想想说 你当你出生以后的时候 当你吃那个甜的东西 那个甜的东西我们叫它咸 那你是不是以后这个甜的东西都是叫咸 是不是 我不晓得为什么最初的时候 这个甜的就是这个就是甜 是不是 所以 蛮奇妙的 所以这个曲子你看着我们从1766年 你看那个莫扎特是1756年生的 对不对 他很小的时候要出去 有完他大概对这个都还没有什么idea 然后我们可以看下面一张 所以我现在要来做一个海顿的 经过了他 我刚才说他是非常的努力在研究 研究然后他要怎么样写这些的曲子 但是我说过他有受一些的影响 所以当时的时代 这个时代 176 176几年 这个时代有一个风潮在德国的一个文学运动 他叫做狂飙运动 我想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叫狂飙运动 然后这个他其实主要的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表达 所以你像刚刚听刚那个曲子 有没有什么情感 没有 没有什么情感 就是你走到浪漫时期的时候 你有很多丰富的情感 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的表达那些的情感 就是从那些的和弦的不一样 有没有 他的奏法的不一样 我们去做那个所谓的浪漫 到那个时候浪漫 就是我取材的那个主题 不仅是只有这个doremi 这个上面这些东西 不是只有这个 不是这些东西 而是我想要给这个主题一个性格 然后那个性格 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子取这个性格 它是小调的呢 我要怎么样的表达 这个 比如说这个 你听这个你就知道说 这个一定不是随便什么东西 这个听起来就是很纠结 对不对 非常的纠结 所以这个是小调的 而且它的音程 就是有一些怪怪的 就是 有些的真实度 在那个地方 然后如果是比如说 小猩猩里面那些大调 然后下雨 然后下雨 刚刚那个作曲家他就是说取材 某种的情绪 某种的情感的表达 没有free 比较自由 他觉得说我要自由 不要陷于这个框框架里面的时候 他开始写这一句 他那个时候有一个作曲家 他那个时候有一个作曲家叫C.P.Baha 他是那个我们的伟大的Baha 之父 那个J.H. Johan Sebastian Bach 他的很有名的儿子之一 那这位是C.P.Baha 然后他 他另外一个叫柏林Baha 另外一个叫做伦敦Baha 因为他们都会到各个地方 自己去经营他们的音乐的生涯 所以C.P.Baha 是所有这个里面 因为对这个风格的走向 他是很有影响 因为他写很多的所谓的幻想曲 那幻想曲呢 你们不要觉得说幻想曲 就是那种好像陷于那种框架里面 就是某某的什么东西 不一定是那个名字 让你觉得是这样子 而是打破了一个 一个传统的既定的架构里面 可能他就是延长了什么地方 或者是不按理出牌什么的 这样的架构上面有打破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幻想曲 那莫扎特其实也受C.P.Baha 这种的东西影响蛮多的 所以我们听一个这个时候的幻想曲 跟听一个浪漫时期的幻想曲 会不一样 所以像莫扎特的主题 幻想曲主题这个 这好像是小心翼翼的 有没有 小心翼翼的 不能去碰撞它 这样子 这是莫扎特 可是到了萧巴什么那些的时候 我更大的发生都幻想曲 就真的有一些的那样的意识在这边 这好像很阴沉很阴沉的什么 然后呢 完全就不太一样 而且我们也很少看到幻想曲这一个 这种的曲子在古典时期有很多 没有 它如果有像贝多芬就只有一首在钢琴里面 所以那它那个曲子也是介乎一个 要从这个古典走到浪漫时期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曲子 所以我们现在来 我刚刚就说海盾1770年 它受到CPE的狂飙运动的影响的时候 在这个曲子里面 它就是有非常激烈的表现 我们怎么样看它有激烈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下面的谱吗 比如说 你看这个 这么样子的一个 一二三四 四小节 你看有多少的东西在那里 好多 对不对 你看它有一个 那个叫做叹气的 这个叫叹气的音型 把它发明的 因为它常常在它的宗教曲里面 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苏诗家这样子叹气的里面 这个音型 然后所以它这个一听 然后这个呢 就这种的 就是很深层纠结的一个旋律 到之后悲窗咒名曲 那当然也是一样用这个调性 对不对 命运交响曲 它也是用这个调性 然后里面都有这种的精神 自我里面的狂野 就像贝多芬 他那时候年少 然后他的 也不晓得他自己要怎么样的表达 他心里面的那种 应该是 因为他的耳机 他的耳聋 他非常的不知道 为什么就是这样子 降到他的身上去 然后而且因为他是作曲家 他没有耳朵怎么样子的听 对不对 所以他非常的烦恼 所以他那个时候 一篇这样子的作品还蛮多的 所以如果再看下去的话 讲这个的 你看他有很多的这种 有没有 就是一个纠结 我从这里开始弹 他不晓得要表达什么东西 对 每一个你看这里的多多 这个时代 这么多的这种的那个表情 那指示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少见的 但是海盾他也不是每一个曲都是这样 他只是跟着那个风潮 然后他也有写一样这么 这个曲子非常的有名 然后他这个调调 就是说这样子 可是他马上转到后面的 他要结束的时候 他要结束的时候 这里慢慢 好像几乎要消失 然后又框起来了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样子表达 而且还有很多 他要写这些装饰 你这些其实超级难弹 像这个东西 就是很小的那个时间点上面 要去弹好几个音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做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束 他觉得够了够了 然后结束的时候 你看这是结束的 然后甚至他到了发展的时候 他没有选这个比较悲凄美的主题去发展 反而他就是用这个 比较喜悦的一点的快乐的 这个结束的主题 他去做他的发展 所以这个曲子 情绪上面有这么一面 也有另外一面 但是很棒很棒 我现在把它全部都弹一次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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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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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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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像这个的曲子就是在 他在那个萨尔斯堡 他出生在哪里 在萨尔斯堡的时候 他1774年 这个不是在萨尔斯堡 对不起 我本来要选一个 这个是在巴黎的时候 那在巴黎对他也有一个 一个不好的 就是他的妈妈跟他一起 在那里的时候 带他出去的时候就过世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写一个曲子 大家都以为那个曲子是进行曲 因为它是一个小调的 好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 很振奋的 其实是不是 他是要纪念他的母亲 在巴黎的这个时候 有三首的这种曲子 它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就像这首一样 那为什么我要选这个曲子呢 因为我觉得他的对话很有趣 这个主题 你听下面一个 这个就是他在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其实这个时候的肖像 肖像 是不是 OK 好 这个好像看起来比较温柔一点 下面 看到了吗 他说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这样子 他说 我根本就不管 任何的人 他说我的作品是好或是坏 他说为什么 他说我根本就是 follow我自己 我自己要怎么样写 我就只能怎么样写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对不对 而且他说 Music is my life My life is music 我们对他有非常的passion 在过去一夜的话 像这著名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 他回到小激情 OK 他说莫扎特的音乐 是那么的纯真美丽 他好像是已经在宇宙之中 无所不在 只有等待人家发明 跟他的科学的原子一样 然后 像这个后面一张 I often think in music I live my dreams in music I see my life in terms of music OK 如果你们有一天 你会发现 真的这个是一个 如果不是有这些的作曲家 我们也不可能这样 在音乐感动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演奏家 尤其是 因为我任教那么久了 有很多的年轻的演奏家 他上台表现 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很棒 就是我 可是我常常跟他们讲说 当你听到一个人在弹的时候 你要想到他为什么可以 后面如果没有那个人作曲 那个作曲家 你弹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是在呈现 那一个作曲家的作品 而不是你自己有多棒 对不对 而且棒也不是你自己讲的 所以 你要对音乐有一个成长 你必须要 对音乐 对作曲家 对那个时代 你要非常的谦卑的 去学习 你才会有一只那个动力 然后去学 因为不这样的话 你可能有一天 你会觉得说 我已经很够了 我已经很够了 我超厉害的 我还要学什么 对 那你的音乐就是越听越不好 像这个曲 那个后面一页 好 像这个曲子 你看他写的这个主题 有没有 他并没有第一主题 你看他是一种对话的 对话式的 那我问你 对不对 那是一个对话式的 非常美的 而且我又收到这个调性 这个调性你听一听就好 这个G大调是 非常的甜美优美的 而且它可以模仿一些 那些大自然的那些优美的 比如说这个 鸟的那个声音 这个 鸟咕咕鸟 然后呢 很多的美丽的 那个小布鱼去 或者是非常美丽的 这个 吉他调的 这个 像这个美丽就是 好像不需要 任何的重担 就是这样子 OK 那这个是非常的美丽 没有忧虑的 没有忧虑的 可是 那个A大调 就是非常的甜美的 就是隔他一个音啊 这个 主非常的甜美 所以作曲家在写 A大调的时候 就是写这个 甜美的或者是这个 全部都是摩扎特的 全部都是摩扎特的 所以他的甜美的 这些作品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通通都听得出来 我们的贝多芬 他就比较 他写的不一样 他的A大调就没有这样子的甜美的 但是也不会是说很狂热 什么这样子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 你可以听这个 他的第一主题 这个不是第一主题 第一主题 他非常优雅 even 即使是你在谈音阶 像这个谈音阶 也是不能像 我是在谈练习区一样 他是如歌式的 这样子 可是他到第二主题的时候 这个 这样子的 有一点点切分音的时候 他不能从这个主题 那种甜美 就跑到那个地方 他中间有一段 强烈的过渡段 然后才 好 那 因为我听到很多对答的 你可以听到这个 一点点都是很短短的对答的 然后比如说这个 有点双重的 左手跟右手的 好 我们现在来听 我把它全部 从头到尾弹一遍 两只脚 两只鸟 对答 对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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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觉得有春天的气息 春天的气息在这里 不是冬天 也不是夏天 太热 就是很舒服的意思 的这个曲子 摩托尔也有很多的作品 就让人家听起来非常的舒服 然后他的作品 其实让人家朗朗上口的太多了 就是譬如说这个 还有那种美到不行的旋律 有没有这个 你知道这是什么曲子吗 他的《Clarinet Concerto》里面的第二乐章 然后用那个树笠这样子吹吹 就让你非常的感动 所以这个是摩托尔在这个时候 他几岁啊 18岁的时候 然后之后的那个生涯 有没有很多 然后他就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他当然也是要学习 从各方面收到的 得到的一些的技巧 下面的这一首的话 你看他的那个曲子的那个主题 超级无聊 好像你觉得他超级无聊 因为怎么就这样子啊 也没有旋律也没有什么 就一个线条 一个和弦 一个和弦 就这样 然后他就把它先后这样 上下这样 这个很难弹 因为你要弹出一个线条 OK 就这样 可是后面呢 换一个角色 然后刚刚那个主题哦 听 然后上面就加一个 对位的线条 然后这个呢 我今天因为时间不过 我想这个曲子就要skip 不过就是 他的主题 他绝对不是混然天成 你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他就是有在经营这个 因为他用很多的那个对位的手法 对位的手法是要学来的 我们对位叫counterpoint 可是我们常常叫他要learn you have to learn 这样才会写得出来这个counterpoint 所以我们说他是monosematic 就是这个有很多主题 但是他其实都是从这个主题而来 所以这个主题变成很重要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后来这个 他加一个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 照发展步的时候 他就一直去发展 用这个的主题去发展 你听 然后右手左手对换 所以你说这个写法是混然天成的吗 我觉得这个是已经1789年 他1791年就过世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写了很多很棒的opera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经营这一块 在写曲上面 在这个纵名曲里面 也就是你可以发现 然后这个是第17首 那第16首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 为什么他可以差别那么大 在同样的时期 那莫扎特因为他的生涯 他到这时候 他有时候常常聊到 就是譬如说是有一些人那种 commissioner就是说 你写一个什么这样的曲子 他也要接受 因为他要吃饭 他要养家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暗闻觉得说 即使身体那么不好 他还是要接受那个 然后来写这个作品 所以他不是像贝斯芬一样 我就是这个风格走到这里 我绝对不会再回去 我就是一直要去研发它 就是对了 所以我们在莫扎特的作品里面 我们可能就是不太可能会去说 那个风格就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 不会 所以喜欢莫扎特的人很多 甚至说你要什么怀孕啊 就是要听莫扎特的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有一种那种老少嫌疑的 就是不管是他里面的什么 even歌剧唐桥旺尼 Dangiovanni里面 他有很多的面相 那个作品为什么那么棒 因为他有说坏人就是永远会死掉 那个坏人就是一天都晚就玩女人那个伯爵 他玩过几千个 I mean 他上面是这样唱的啦 好 真的有没有 我们是不知道 OK 因为他说 我意大利哪里都有 妈女巴黎哪里我都是玩过 他说老的 少的 胖的 瘦的 只要是女人 我都要 你看有这样子的嘛 可是你知道莫扎特他在写这个曲子 写到那个 就这么美一个伯爵他要去勾引 那个乡村女 那个是啥 人家今天要结婚了他要去勾引他 是不是 而且他还差一点成功 他的音乐 他的音乐就是可以让人家 最开始唱的时候 他觉得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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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唱到最后的时候 他居然就跟他走 所以他这个曲就有这个魅力 这个 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么棒的 那个作曲家这样写 之后我觉得就像我孟德尔松 孟德尔松也是非常的在旋律这一块是非常棒 非常厉害的 可是戏剧方面像莫扎特他说 那个歌剧那个要刺人家的时候 他跟他爸爸写很多信 他说我把他杀死的时候 要刺人的时候 我就用两支小提琴 然后拉同样的音 就会知道那个气氛 所以他有很多的方法 也没人叫他 所以你们不要忘记 常常要去听莫扎特 像爱因斯坦讲的 然后不要觉得说你自己很厉害 然后就不谈莫扎特 那个莫扎特要谈得好才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他以外就是你要纯真 可是你的触见 小提琴也是一样 你要非常的自己的个性放在里面 要有自己的个性放在那个作品里面 这样子 我好像今天时间不多 我常常都会 我现在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我先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放下面一个吗 因为这个是 请问现在几点 我们的贝多芬不见了 我们来贝多芬好了好不好 OK好 那那个贝多芬下面一个 因为我今天的cover很多的material 贝多芬的 你看贝多芬就是这样子的 他一身搬过不晓得几十个地方 然后每个地方都没有待很久 然后他堆满了东西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第一次骂他的女佣说 不要给我你绝对不要给我 他把他擦嘛对不对 他说不要动我的东西 不要动我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他即使堆成那样 他还蛮有条理 什么有条理 他的作品很有条理 从三四二首钢琴证明曲 我们叫他钢琴的行约圣经 他都是弹钢琴的人必弹的 你绝对要弹 你会在里面发现很多的哲理 在那个里面 可是他在那个里面 你知道他除了他就自己一直去 你就是说做什么样子的风格 他怎么样改变 然后因为他不是只有在短时间 他是他到从波安 然后第二次到维也纳的时候 他1770出生 他177172他就到那个地方 是第二次去 他就永久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第一首 那个三四二首里面的第一首 是1775 然后一直说最后 最后是1824 所以他是很长一段的时间里面 然后他不是只有钢琴证明曲 也是所有室内乐 比如说小听心奏品 邪奏曲 然后还有不用讲了 交响曲 对不对 所以不管你是学院音乐的哪一个领域 你是哪一个主修 你贝多芬只要在你自己的领域里面去经营 你绝对会对他的那个走向 因为他那个走向就是古典风格 走到浪漫风格 你就要完全贝多芬你了解 那个就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他这样子的困难 这一定是真的 要不然不会有人故意这样子 对不对 画这个画像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我们来下面 我们讲这个 《悲创》这个名字 一听就觉得 这个好吸引人啊 我们后面有《悲创》交响曲 对不对 采可富士基的《悲创》交响曲 是不是 然后有名字的作品 会不会非常的吸引人 因为到了古典以后 就是要到浪漫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 标题音乐的那个作品 就开始有出现 所以那个 他是好见仁见智的 OK 因为譬如说 如果今天这个曲子没有悲创 在这个地方 我会怎么样去想 我会想说 第一个乐章有他的狂野 他这个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第一个音 他从来没有第一个音 这是第八首 就这样子狂野的写下去 而且那个时候的人不欣赏 那个时候他的同 就是说当时的人 就是有一个学生跟他学 那个学生 后来也是很有名的作曲家 然后他说 就是要弹这个曲子 他听了以后 他说 你不要弹啦 他说那个贝多芬在写什么东西啊 他这个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呢 就是狂野的声音 所有不协和的声音 都是在那个地方 而且你第一个音 他就是用C小调的 你下去以后 而且他还在菩萨上面 我们现在看下面的那个 好 你看他一共有 等一下 你看他一共有三个乐章 对不对 他的狂野什么东西 他都在第一乐章 而且就是在那个极环版 那个地方 其实那个也是他新发明的 就从来没有一个他的咒名曲 没有一个咒名曲 前面会有一个这么长的导咒 没有 OK 然后那个导咒 又会在那个乐章里面 一支出现 所以他的用意是什么 他觉得 咒名曲有这么多乐章 为什么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除了那个速度以外 那我可不可以把别的乐章 同样调的那个第二乐章 比如哪来放 我这样可不可以 是不是一家人 姓陈的 然后他有三个小孩 这个姓陈的 又有三个小孩 我可不可以把那个第二个小孩 调过来 不行啊 对不对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说 你一定要一个什么 统一 unification 一个cycle 这样子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开始想要怎么样做 所以他在第一乐章就做成功了 因为我们知道他那个主题像这个 第一主题 主题 对不对 然后呢第二主题这个 你看这个 到第三乐章变成 你觉得有没有在里面 有啊 他就是那个元素就是在这里 在那里 在这里 也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曲子这么棒 他其实就是有这个东西 你也许你不知道 你不晓得 但是你做成就说 那真的是厉害 像第二乐章的话 这哪里有悲怂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他的元素 你要说他不是整个曲子 那个他是他的声响 因为他有门徒嘛 他有学生 会讲说老师 在弹这个曲子的时候 他怎么样把那个第一个 我们看下面的那个普利 他的崭新的手法 他就加了一段这个速度的导咒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后来的人 都很喜欢在交响去什么 里面加一个导咒 然后又去把里面的旋律 主题啊 然后放入里面 这样形成一个 统一 那是很厉害的 这个就是他的原创性 然后再下面你看这个 你看他那个有没有 有一个F 就是forte 就是这样很大声 然后P就是弱 那请问你 我这样弹下去 给我弱下来 有可能吗 有可能吗 不太可能 对不对 我要怎么样让它弱 请问 要很久耶 这个音要让它弱 要很久耶 对不对 就是不可能 可是它就是一个疯狂的一个想法 它就会给人家写成这样 F P 你就没有办法做 但是你的心境要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那像舒伯特的话 他如果写一个这个F P 它的意思就不是这样 它是F 然后过一过一下 然后才是P 就是有一个 中间有一个缓冲的 这个都是我们做学术的好处 我们做学术 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些学术 我们永远都是只会在皮毛上面 然后教学生的时候 如果一个老师教学生 他只会讲 你这个太慢 你这个太快 然后你这个是太大声 太小声 你不用学了 你根本就不用学 因为他就没有 没有做学术 他根本就不会了解 你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 第二月章 Cantabile 如歌式的 它是为什么要讲一个如歌式 因为我们在键盘 因为它是打击乐器 我们要把它如歌很难 对不对 它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它是要说 你一定要唱 你要自己要唱 你要唱出你心里的那个想法 而且第二月章的时候 他用这个调性 四个降机号 这个是降A大调 这个调性被贝多芬塑造成一个 出自内心深沉的一个感动 它是很美丽 但是它的美丽不是那种没有内容的 所以你听所有的这个 所以它是非常的有那个深沉的那个意境 在那个里面 它第一次 然后用到这个降A大调是在 它那个叫做宋藏奏明曲 宋藏奏明曲的第一月章 它就也是用一个改革的手法 然后它把它显成 因为居然是 第一个月章不是首纳塔 它是首纳塔 但是第一月章 它是变成叫做变奏曲 也是就是用这个调性 这个音乐你如果听了你也是会吃不下饭 但是它就是因为它太深沉了 所以在这个音乐上面的 我们不必要 你们不必要去知道它是什么样调 它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学音乐的人 我们必然的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然后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它都是 就是这个 这一到很后面 18231820年的这个 你看这两句它就是有那个旋律上去 然后它旋律下来的 对不对 OK 然后它就是用这个调性 就是美到不行 所以贝多芬的32首 奏明曲为什么会让人家说它是那个圣经 OK 新乐的圣经是有它的道理 为什么巴哈的它那个是叫旧乐 它所有的你要谈钢琴里面的那些重要的 基本的东西都在巴哈里面 巴哈之后没有一个音乐家不学巴哈的作品 不学 因为它奠定了那些的基础 那些的对位 OK 好 那我们再下去看一下这个 北创的第二乐章 好 这个不是奏明曲形式 这个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ABA的段落 也就是说 我现在拿那个笔在哪里 你看 我为什么要讲 比如说你看那个 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里 这个地方 它是那个 哒哩啦哩 有没有 那个东西 这个 有没有这个线条 三个音 哒哩啦 然后你大听之下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啊 可是呢 你在那个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 C段 你在C段的时候 你看看 我好像看不到 在这里 有没有 这里开始 然后是不是也有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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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也有这个 但是你也听不太出来 因为你会变成 所以 它就是会 还有那个 最头那个主题 最头 这个 第三小节 OK 这里 所以 这个度数呢 就是这个 就是第一乐章 那个 对不对 所以那个 刚才那个就是把它下来 所以 它这个曲子 其实 这个是第一首 它想要 把它整个曲子 把它unify的一个作品 我不晓得 有没有时间弹完 我把第二乐章 弹一下 我就是想不到要用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 你就会 这个曲子 就会让你觉得说 人生 真的是很美的 哦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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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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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听 我每次自己穿 我自己穿我都会掉眼泪 因为他有很多的 不管你的人生是怎么样 我觉得贝多芬是可以让你 因为在他的海里根层 遗书里面他有讲 他本来要去自杀 因为他1802年的时候 他到海里根层 外交里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就是觉得非常的痛苦 所以他写的那个月光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是想要自杀了 可是后来说 就是因为艺术能够让我一直留下来 然后他说人类最高的 就是要追求你的道德的标准 然后人要起 就是要像亲兄弟一样的 要博爱 所以我觉得他人 他没有结婚 对不对 他没有结婚 他一个人 每天回家 他不是回家 他就是一个人 所以在他音乐里面都是对答的 他的音乐里面充满的那种对答 就是说你听得出来 刚才的对答在哪里吗 对答 对答 然后对答 这个 是不是 所以每一个这上下上下的旋律 非常非常的美 然后很多的那种 那种那种那种对答的那种音乐 就是句子在那个地方 让你好像就活的 好像这个谱是活的 让你觉得说是活的 我是在谈活的东西 他也有很热情的那种 而且他的那个音有很多 像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他说 哒哒哒哒哒哒哒有没有他说是要怎么样训练一个人 他可以弹出很有情感的东西 那你就需要那个和弦就像心跳一样 然后这样子去做 那我发现真的是 因为他教学生的时候 然后学生不会弹那样子的东西 然后他就教他说 你要把做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是没有生命 然后就是说你要用和弦来帮他说 他是不是很活 他就是由生命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学情的也是很久 可是我是觉得说 我还没有学够 不是我还是要继续的学 我觉得我还蛮 蛮信心我自己很有这样子的一个 兴趣 每一个人如果都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兴趣 不是像我这样子的兴趣 就是要对某种的事情 不是追求钱财 不是那种会掉的 会没的 就是你自己会有 到时候后来都是变成你自己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在学校教授什么 因为这是你要帮我拿走嘛 你拿不走啊 这是我的东西啊 我永远就都是我的 所以你就会很快乐 我好像没有时间讲别的东西了 对不对 现在几点 12点了 已经12点了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给你看一个 贝多芬的那个 我准备的那个月光吗 我只是要给你们看 其实我不敢说我自己是非常的精心在准备 可是我本来要谈月光 你就打到那一张上面去吧 因为现在是12点 有没有一点意境 这是她第一组题 你听哦 永远是那个三连阴在走 从头到尾第一乐章就是这样 这个三连阴 对不对 然后第二乐章呢 李斯特讲 他是坐在两个深渊之间的花园 是不是真的很美 然后接下来第三 人生不是那么如意有泼桃汹涌 他把那个月光最前面的这个 变成 就第二主题这个 这个变成 所以他那个 到后来的时候变成 低得的 低得胆 这样子 所以他还是 他就是一个玄 从第一乐章到第三乐章 所以月光周明曲应该是一个整个 都是一个有关系的那个作品 然后他在这个主题的这个三个音的主题 他还会左右手去包吵着他 因为你如果只有在右手的话 就是永远就是在高音那个地方 就是 他会在左手 会在左手 然后他最后怎么结束呢 他最后结束 因为最后他就是像这样 这个样子的 那我再一个变成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到这里 很大的那个和弦 然后跟最头的那个 很细很细的那个 那通通都是在这个 你看一个和弦 同样一个 然后这个 同通都是 但是他居然可以把它变化 成这样子的情绪 难怪 大家都喜欢 可是贝斯文不喜欢 你知不知道贝斯文不喜欢 他不是说不喜欢 他是觉得说 为什么我习惯 我写这个曲子 因为那个时候 刚好他耳朵就不好 然后他说 为什么大家都非常那么喜欢 我的月光 我有写很好听的 我有写很好 很好的 然后后面的时候 特别是在Opus 78的时候 他说我写这个这么美的 这么没有人讲呢 他那个只有两个乐章 也是两个对答的 他说 为什么没有人就喜欢这个呢 他就觉得月光 就是卖得很好 应该就是这样子讲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是 我也不要他这样子讲 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棒的曲子 因为从这个音乐学术的研究 我觉得他会让你 一个情绪 如果你是在低沉的时候 你会很好的去修复它 因为你觉得 就是经过那一个破浪 那个破浪 你就是回来了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学习 学那么久的一个心理的 从一个主题里面 你可以发现那么多的东西 所以你觉得他就是写到后面 就是这种大东西吗 没有 因为他是一个从古典 走到浪漫时期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曲家 而且他是先就看到了 所以他看到 他就写这种像 你知道爱丽丝吗 你看多美啊 我觉得那个垃圾车 实在那个音高 会把你惯坏 所以你听到就不要听 因为他真的是不好听 但是就贝多芬的 如果他知道说 我的曲子被变成 色彩 色彩 他不晓得是 什么样子的想法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以前啊 我记得 以前还有一个少女的祈祷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把把踢掉了 然后就剩这个爱丽丝 所以那个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从国外回来 他住在hotel 然后我后来还听到这个 他说奇怪 为什么大家就跑出来了 所以他是小曲跟大曲 他都同时在进行 那个在晚起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想 有一个这样的 他的人生 让我们激励 因为他到后来都 耳朵根本他就 他真的没有听到 你可以不可以想想 如果我今天没有听到 但是我们学音乐的人 就好像说怎么样看 然后看到还没有翻 大概就知道后面 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那是因为那个不是你多厉害 那是因为你就习惯了 看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已经念那么久的琴了 我会变成什么样一个人 自有一个 因为我每天看 我从小看他是一排就是一排啊 我不会去弹一排半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一排 然后休止符 是四休止符 我就是四分休止符 我绝对不会再怎么样 就是很严谨 他是do 就是我可以弹mi嘛 不可以啊 对不对 我可以弹这样 我可以弹 谁知道这什么曲子啊 我不可以改啊 是不是 所以我就一板一眼 就跟着他那个谱 可是贝多芬的谱呢 他上面就会告诉你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什么 这里枪子 所以你只要看他的指示 你可能百分之八十都可以拿 你也达到 然后你如果经过那个训练的时候 然后你到浪漫的时间 你就有一种自己会去做那种音乐的流动 跟着那个和声 跟着那个的变化 你会去做一个流动 所以我觉得那个 我们学这个 然后到了 就是在一个四方形里面的表情 就是一个圆圆的 它不会跨越那个四方形 可是浪漫派的作品就是 这个四方形 你画圆 你可以画多少 在这个四方形的外面 你要怎么样做 就是很夸张很夸张的 去做那个旋律 好像也没有人要会说你 你怎么样啊 你就夸张就对了 譬如说这个 这是有点过分啊 对不对 你就是 你是忘记了吗 你为什么在那边拖累 你到底是做什么 OK 或者是 不晓得什么原因 就是说你 弹性速度的那种 都是有一个规范 肖帮说弹性速度 你不要左手再拖 你左手要全部都是 要照着那个流畅 你现在要离开 是 你现在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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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暗里是 右手在做那个音乐的流动 左手就是一直跟着这个拍子去 所以我觉得音乐的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 都有一个教条 在那个地方 只要你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 他每次拍子他都不停的 他就是冲的 用冲的 然后我就说 那今天我借你一百万 然后你就只有还我八十万 可不可以 我就把那个休止符当成是钱 可不可以 他说不可以 那我说你为什么不等呢 对不对 你就是那么多的时间 你要等就是要等啊 休止符还是音乐 对不对 好 这是我觉得是我在台大认教 我觉得我 如果我认教三十年之中 有一个以后他做了什么 很有权利的人 他可以在各个地方 他可以散播这个 那我真的就是很满足 我记得好像二十年以前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台大还有说他要创音乐系 我不晓得李主任你还记得 他还要在那个田师亮那个馆那个地方 要预定地 可是后来是没有的 他只有音乐所 那跟我们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台大学生有一点可惜 就是说没有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好像走在校园里面就会听到 这个Building里面有那个声音 有那个什么 就像我上次带学生去我们北义大 你不是走在那边就看到那些艺术人嘛 对不对 好 最后我要给你们回复一下 就等他开始好了 就像我上次 就像我上次 一αν孙 你把他就有天空 你不要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都是课堂的学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好久以前喔 我好年轻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张志 秦小弟 秦家 这是学生 这是我在音乐听他们来听的 这是朱台立 意大利女高音 这个人上课在艾卡艾卡的 这是北义大的传统音乐系来演奏 他们在上课在跳舞 我这样舞曲的时候 把他们带上来的跳舞 其他的都是学生 好像都是要毕业了 要来照相的样子 这是我女儿 她上次来这里演讲 OK 好 好 我今天的讲究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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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